星期三的台南森林儿童图书馆 特别热闹 聚集了二十多队 零到三岁的幼儿与父母 来听故事 这本书叫什么 娃娃哭 娃娃哭 对不对 你好厉害哦 正在卖力讲故事的是 这个图书馆的馆长 信家慧 得奖无数的他 有人称老师 有人称金鼎奖作家 但是这些称呼 他都有意见 我是在为了 儿童的权益 儿童的生活教育方式 种种来工作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儿童工作者 是我最喜欢的 信家慧从英国获得 儿童文学博士学位 回到台湾之后 婉拒了一般人羡慕的 大学教职工作 反而接连发起了 葫芦像独册协会 又接下全台首间 公办名音的图书馆 我回来的时候 碰到台南一群人 他们就提议说 我们是不是来组一个协会 大家更具体地做一些事情 对自己生涯规划 很不一样的信家慧 主导经营的图书馆 也很不一样 通常在台湾 去图书馆一定要保持安静 但是对于这个刻板印象 信家慧有很不一样的想法 信家慧从国外 带回最新的阅读概念 回到台南故乡 成立了一间非传统的儿童图书馆 未来他也打算将阅读推广到青少年阶层 就为侠女作家的一举一动 都将继续把台湾的阅读推广 做得更有趣 更有意义 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异想世界 其实几乎每个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故事 但是大人在阅读给小朋友听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自己也很享受 如果有个图书馆 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又躺着 或者是趴着 用我们各种喜欢的姿势看书 那真的很幸福 我们今天邀请到儿童工作者 同时也是童书作家 新佳慧跟我们一起聊 他的森林儿童图书馆 佳慧你好 惠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看到 那个森林儿童图书馆 可是其实我听说有进化版 对不对 你们又开了一个新的 我们最近刚搬新家 那所谓的新家 其实是回到我们的旧的 这个总馆图书馆里面 只是因为他空间变大了 然后书也变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开心 有一个新的地方 台南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 有一个图书馆 是这么敞开大门 欢迎他们 我听说你的图书馆 是真的可以在里面 很自由地阅读吗 对啊 还可以滚啊 然后可以唱歌啊 可以演戏啊 然后可以做 任何你想不到的事情 任何我们想不到的事 我听说图书馆 有办了很多的活动 我们先从这里来介绍起 好了 因为其实我对图书馆的定义 我觉得我就是要打破 过去我们小时候 对于图书馆的印象 就是去K书 要很安静 然后你要很拘谨 你不能吵到别人 你不能冒犯别人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大人 大人要的这个规矩 对 跟所谓的秩序 可是对小孩子来讲 阅读它是多元 它是立体的 对 它是融合很多的艺术 就像音乐 戏剧 电影 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去 劳作 创作 阅读它不是只有 安静地进来 你要出来啊 那出来有什么状况 出来你就要说 你要演 館长你真的可以要让你的小孩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说 可以 而且这是我们鼓励的 对我们甚至说故事 我们都会鼓励孩子 他自己作为一个说故事者 那你要去表演 对你要去表演 你就是要演出那个故事的情节 要用声韵 要用字体啊 嘉惠你知道我小时候 其实有一个经验 我应该小时候就碰到 你这样子的图书馆的馆长 我小时候呢 在我住的那个区域 到大概是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还是六年级的时候 开了一个儿童图书馆 其实是开了一个图书馆 它是开在一个菜市场的二楼 那在那个区域 其实没有什么图书馆 那么早年以前 然后我们同学就很开心 每天下课回家 会经过那个图书馆 然后一定都会进去看看书 然后借书回家 我小时候应该还算是一个 知书达理的小朋友 乖小孩 对乖小孩 可是有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 千言我已经忘记了 可能是我太开心 跟我的同学看了这本书 分享说 好跟你讲这本书多好看 怎样 然后在我童年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就有一个馆员 他就走过来把我拎起来 就说你 你现在不可以在这个图书馆 你要出去 你给我出去 对你给我出去 然后我印象好深刻 那个图书馆 他是要脱鞋子 对 然后我就一个人就默默的 受到很大的打击 从来没有在同学面前这么丢脸 因为有一个人跟你说你要出去 然后就走到了门口 就穿鞋子 穿鞋子走出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再也不要走进这个图书馆 太丢脸了 你在脸上都是泪水吧 对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心酸 那个小朋友怎么会受这么大的打击 就是图书馆里面是不可以大声 我相信那个大声也许 也不是故意的 对 也许你也是跟同学在讨论书或故事的时候 情绪上一下开起来 对 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刚就是回国两年前 其实面临很多的考验 因为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图书馆馆员 或我到别的图书馆 他们会有一些自制的概念就像这样 他们看到孩子稍微大声一下 稍微跑一下动一下 他就要过去喝止他们了 不可以哦 在图书馆不可以跑步 不可以讲话很大声 对 那甚至如果孩子讲不听的 他就要生气到这个家长上面 对 那可是我面对这个情况 其实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要怎么去扭转他们的概念 其实孩子这样是自然的 我们任何读到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那你稍微大声一下 提醒他就好了 不应该是用指责 我觉得就像你的故事一样 我觉得阅读这个东西是你要让他喜欢 甚至让他付出自力 而不是去挫折他的兴趣 然后信心 然后像你一样你看 从此你就不再进去那个图书馆 不再也不走进去 那是多大的伤害啊 对 所以你说你要办的活动 有说故事有用英语讲 用台语讲 最近希望可以加入用新住民的语言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一位新住民的妈妈 对 她是越南的妈妈 对 然后她来讲越南的童书给小朋友听 对 我过去一直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新住民的阅读团体 因为我知道新住民在台湾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这些家庭其实或多或少 都有在适应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 需要协助 那尤其小孩又更弱势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透过阅读 传达他们其实你一种自主性的学习能力 你们在图书馆里面有演戏对不对 有有有 是演话剧 对我们也都会邀请儿童这个剧团来演跟书有关系的故事 所以孩子他会去体会说 其实一本书里面的故事 他可以透过音乐表现出来 他也可以透过戏剧 他也可以透过书写创作去跟他有一些互动或讨论 这是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图书馆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他不会那么狭隘 就只有静静地读 或甚至要背起来 对这样子 其实阅读是一件很愉快很活泼的事情 对啊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本书其实就跟你的图书馆非常的有关系 有关系 对 这本书叫做神奇飞天书 是书会飞到天上去吗 我们先请嘉惠帮我们念一小段好不好 好 莫里斯喜欢文字 他喜爱故事 他也喜爱书 他的人生就是一本自己所写的书 规律的一页翻过一页 每天早上他翻开那本书 写下自己的欢喜跟忧伤 写下他所知道的事 也写下他的每一个希望 但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烦恼 有一天天空变得很沉 很暗 风刮得越来越大 直到莫里斯知道的每样东西都被吹散了 就连他书中的文字也是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也不晓得该往哪里走 于是他开始流浪 四处流浪 接着 有件愉快的事突然降临到他身上 莫里斯不再像从前习惯的那样 低着头 他抬起头 看见一位美丽的小姐 被一堆神奇的飞天书拉着 从他头顶上飘过去 好引人入胜 所以他莫里斯最后会飘去了哪个地方 我们要请读者自己去读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背后有一些很深刻的故事 他去年其实是得了美国亚马逊书店的第一名 畅销的排行榜的第一名 那这本书的创作有很 他自己深刻的背景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创作者 他本身是一个动画的这个制作人 他也做了很多很有名的动画 那他自己也是一个童书创作者 那有一次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他接到说他的最好的良师益友的这个朋友 叫做William Morris 这个朋友 他是在童书 很有名的出版社叫做 Hopper Collins里面工作 工作了一辈子了 可是他已经老了 病了 然后在生命在垂危当中 那他就接获消息说 他可能快要走了 所以这个创作者 这个Joyce 他就赶快飞飞机要去纽约看他 那你知道你要去看一个良师益友 你知道他快要走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很难过 很不舍的 所以他就在飞机上写下 为他写下这个故事 对 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放在他心里一直在酝酿 后来他到了那个医院去也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之后 他那一位良师益友没几天之后就走了 对 那这个故事就一直放在他心里 其实他很不舍 那后来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到最后他就加了一些元素 一起把这个故事做出来 他最先开始是做一个动画 也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短片动画奖 后来书才出来 对 那这个故事其实还 我刚刚讲他融合了很多 其实如果对末剧电影的 这个末剧电影熟悉的话 他里头那个主角就长得很像 这个美国一位末剧演员 叫做Buster Kitten 对 他也是得到很大 对 很大的荣誉 这个书里面好像还有一些 其实是真实的人物 也把他画到了绘本里面去 对 他除了就是Buster Kitten 然后《绿野仙宗》这个故事之外 还有一个是来自于纽奥良的 这个说故事人 那这个说故事人 其实是纽奥良大学里面 儿童文学的教授 可是他一生都好喜欢童书 一生都好喜欢说故事 说了好多很棒的故事给孩子 因为他相信 故事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那这个人 这个作家也认识 在2008年去世了 所以他也把写进 把它写进故事里 包括你会再看到后面 那个图书馆员 他在借书给别人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太 他牵了一个小孩来借书 另一位女士就是她 叫做Sally 对 这个书里面还谈到了一个飓风 你刚刚讲的一阵风挂过来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对 其实只留下了知识 只散落的这个职业 这个飓风其实跟我刚刚说的末剧电影 还有这个《绿野仙中》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大自然它可以摧毁所有的人类建造起来的硬体 可能你书都破掉了 书上的字也不见了 可是留下来的是什么 留下来的就是人对于这个知识 对于这个美好的这个文学的渴望追求 这样子 所以后来那个天使 那个美丽的小姐飞过去的时候 其实就送给那个莫里斯先生一本小书 那这个小书就带着这个我先生 找到了一栋美丽的房子 里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他终身居所 就是他的图书馆 他也分享了这个书给他所有喜欢的人 这是莫里斯先生的图书馆 跟你的图书馆其实很相似 对啊 都介绍好多人来看书 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书里面有一段这个隐喻就是 有一本老书老旧的书 它很破旧了 那他有一次莫里斯先生 他不小心拿它的时候没拿好 书就掉到地上 整个都散掉了 就像一个人你看受伤了 可能这个生命快完了 莫里斯就要赶快抢救他 所以就把他送入加入病房 你知道吗 那个心跳图啊 开始跳跳跳 他拿着那个听心脏跳动的声音 在看他赶快帮他补这个 赶快帮他黏这个 可是都没有活过来 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灵机一动 他知道要读他 要把他的字读进去 他才会活过来 所以他就用心读他上面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 后来那个书真的那个心跳图就跳起来了 然后莫里斯先生也就掉进去那个书的情境 他就开始翻滚啊 开始哗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他也在描述说 我们对书的关系是什么 你不该只是表面上的照顾他 你应该要读进去每个字 对你要阅读他这本书才是活的 如果你一直让那本书躺在图书馆里 他的知识是不会再流传下来的 我知道其实你出国去念了一个博士回来 你其实是不想要进入教职的 至少目前是不想 你的志愿其实很特别 做了一个儿童图书馆 然后现在又做这么多很特别的事情 您家里对你的期待是这样子的吗 因为你出去念了一个博士回来 没有 我爸爸妈妈其实跟一般的爸妈也是一样 他也在摸索 比如说他们也跟一般的父母也就是期待说 你念了博士当然就好好地去教书 大家叫你教授感觉很好 他们也会有时候问我说 你到底在干嘛 你怎么不去教书 我说会有机会就会去 可是现在我做这个事情 台湾没有人做 我们就来做 我可以做 所以我们就来做很好 可是教书很多人做了 不急着我要去教啊 我有空再去教就好 就会这样跟他们讲 那他们慢慢地也从周遭的变化 或者是比如说媒体朋友 给我的一些意见或感谢 他们也知道原来做这件事很重要 甚至他会去体会 对呀 小时候他都没有给我这个环境 甚至他们没有享受这个环境 那可是他的孙子 或更多其他他不认识的小朋友 会因为我去做这些事情 带动一群人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有享受到 他就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我一定要问一个小八卦 听说当年你爸爸非常的担心 姓家会的爸爸还请了一个 算命的到家里面来 那帮我算一下 这些女孩到底是 对要做什么呢 对 就是那位大师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民间 我们所谓他其实会帮忙 看一些命理 然后会做一些气功治疗 所以大师来我家 其实是帮我处理身体 可是在休息的时候 他就说我来帮你看看命之类的 那我就问他说 大师我第一个问题 其实不在乎说什么 我可不可以赚大钱 我可不可以毕业 我只问了一句 我说我可不可以学以致用 这样子 那他就说可以 你可以的 你想做什么 你就可以做 这样 好好哦 那后来我就说 可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 可能会有一些意见 对我的事业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其实他大概看得懂 我在家里的处境 因为我家里四个小孩 我的姐姐哥哥 弟弟他们都是非常 你知道一般传统 所谓的好孩子 然后有好事业 然后好的成就 那我就相对的非常反骨 就做的事情 想的事情 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爸爸一直很担心我 那这位大师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看破我 在我们家这样 好像连一个脚都还不算 一个咖都还不算 所以他后来要走的时候 就跟我爸爸讲一句 我自己很讶异 他就跟我爸爸说 你有四个小孩 三个小孩 你都很好 你要满足 你要把家伙 就是我 他说你要把新家会捐出去 这样子 就是捐到社会上去 就是说 不要让他只想说 你要作为你自己一个乖小孩 那那时候我们全家人听到这个都 都非常惊讶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 用这样的角度 去让我爸爸妈妈去理解 我在干嘛 那他甚至用了一些伎俩 他就说 你这个女儿以后是带了 什么几个冠印 非常夸视 然后这个女儿以后钱赚很多 你给他一分 他会还你三分的 这一定是夸视法 所以我们全家人听了 就说好没问题 我们全权支持你 你要借多少钱 我都借给你 因为你可以还我三分 对啊 后来在那个事件之后 其实我爸爸妈妈 他们也学着 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理解跟谅解 我在做什么事 让这个女儿到社会上去 管好多别人的闲事 对啊 尤其是儿童的闲事 对对对 所以我们家现在常常 有一些人会来家里的时候 他就偷偷的 有时候想要念念我 好像不务正业 可是有一些朋友来 或者是媒体来 他们就会从别人口中 大概知道说 我在做的是好事 不是坏事 对 我们今天很高兴 跟嘉惠聊到你的 森林儿童图书馆 还有聊到这一本书 其实我知道嘉惠 接下来还做了 之前其实也就做了 好多跟环保有关的事情 也关心很多 社会上发生的事 我们明天要再请你来 跟我们聊两本 非常有意义的书 挖笔与沙笔 还有一本 上山种下一棵树 明天我们要再跟 嘉惠聊环保 异想世界 我们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